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宋定祥 那今天是我们司法特考民述的命题趋势讲座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第一页这边 大概有列了21点 这个就是整理我们司法特考 包含三等跟四等的考试当中 哪些东西是有考出来的 那比较常考的部分呢 这个可以先讲 大家看后面题目的数量也大概知道 比如说第一点、第六点跟第七点、第八点 这些可以先打个信号 如果要考试法特考同学可以注意 然后还有13、16、19 那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大概准备过 我们司法特考的考试 那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抓这个命题趋势 因为重点那个考试说呢 考试总是要知道说考题会怎么出 那你这样读书才比较有效率一点 那基本上那个考题会怎么出 看到这几个 比如说管辖权或是宋达 比如说考四等书记官的 这两个就要注意 因为这可能是四等书记官 或是书记官平常做的工作 他必须帮法官 他的老板、他的法官去看说 这个法院有没有管辖权 或是说宋达有没有错误 或是等等其他东西 或期日期间说什么 停止这些东西 那比较可以用反推来想的话 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读书的时候 或是上课的时候大概知道就好 比如说笔录 笔录要怎么写 这就不是那么重要 或是说上述 上述在我们的四等书记官的考试 所以考到上述立役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 就是如果我们要准备四等书记官 那或许可以先看一下历届的试题 比如说宝辰出兰设 就有这种历届试题的解题书 那可以大概看一下说会考什么 那基本上四等书记官 因为它四等嘛 那它基本上考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也不会太简单 好 就是有的基本概念 重点还是要知道说怎么去论述它 好 那 尤其看到 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五点 好 这个诉讼系组登记制度 未必是书记官在做的 但是呢 它也是考了蛮多次 为什么 因为它是属于心法 好 所以我们就大概讲一下说 什么东西是我们平常在准备考试 或者说我们这一年 这两年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的 比如说心法 好 像诉讼系组登记制度 在2015年跟2017年就有修法 那修法完就马上考了 或是说呢 我们 第19点的督促程序 这个支付命令制度 好像也是2017年修法 修法完就马上考了这样 还是2018年 好 所以心法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 那心法为什么它好考 是因为心法以前没考过 好 所以以前没有出过 那就不会有重复出题的问题 所以心法东西一定要知道 那 这是 就是大概知道 尚未概念是这样 但对于我们现在要准备考试 或是这个年度要准备考试 哪些心法重要呢 好 比如说 我们 去年 今年年初通过的劳动事件法 这是其中一个 或是商业事件的审理法 那或许会有同学说 那我们知道的话 要知道到什么程度 好 基本上如果是四等的考试呢 对于我们 比如说 像 等一下看到我们 书中系统登记制度 至少要知道它的条文 好 比如说新增处是什么 新增了什么条文 新增了什么要求 好 这个东西在平常看书的时候 就要问自己 到时候写不写出来 还有我要怎么写 新增了什么 或是修改了什么 哪些东西被废掉了 好 这是尤其是考四等书记官的考试 特别要注意这个 当然如果是考律师司法官 三的考试也是要知道 大家会考更难一点 会考说大家的意见 或大家的论述会是什么 大家的看法会是什么 这样 当然如果是四等的考试的话 就是要知道条文 修了什么东西 好 这是看到新法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的东西 那像劳动事件法 顾名思义 他就跟劳工相关的一个 保管调节程序 跟诉讼程序 所以大家之后 至少 看你的讲义有没有 或是去上网找 他的法条 好 里面呢 像劳动事件法 大概就要知道说 他特别的程序 是他的调节程序很特别 好 比如说里面就有一个调节委员会 劳动调节委员会 那就有一个法官在里面 好 这个是很特别的情形 因为呢 除了这个法官之外 还有两个专家 那这两个专家呢 可能是工会的干部 或是公司里面的人资部的一些人 好 他有这个资历 他去当这个委员 这样子 调节程序 还有他诉讼程序 里面有些特别规定 还有保全程序 也就是我们够要假执行 定暂时状态 这些程序 好 那这些中心呢 大家可以想说 他会怎么考 好 你要考新法 一定是他特色之处 那当然要考 就跟民事诉讼法不同之处 好 所以就要注意到 他跟民事诉讼法不同在哪里 好 这个是之后看到条文可以注意 好 那比如说 诉讼程序 就会有一些文书提出异物 好 或是举证责任转换的东西 好 那再来 用这样观点 我们去看商业事件审理法的话 好 他处理就是一些重大的商业案件 如果大家有学到公司法或证交法的话 就会知道说 公司法和证交法上 就会有一些公开发行公司的一些争议 或是呢 有些表例金额的争议很大 有些股东会决意效力的争议 那这些呢 重大的商业事件 都会摆在这个事件类型 好 所以如果是准备三等 包含律师的 以及律师的考试 就要注意到 重大的商业事件 要注意有没有商业事件审理法的适用 那什么是重大 大家可以去看法条 基本上是两个标准 公开发行 还有1亿元 标的金额是1亿元 好 比如说一些内线交易 他算出来损害 累积起来 会超过1亿这样子 因为可能是多数的 很多股东 很多小股东 加起来可能是1亿 或少数大股东 也可能是1亿这样子 好 这个是 我们平常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什么东西会常考 如果看到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考题期 可以大概知道 有个东西 很多啦 有个面向就是心法 很有可能会出 好 那可能就是 甚至有可能就是 这个心法 出来一个月就马上考这样 好 这是有可能的 好 虽然考试是有题库 但是 那种一两个月前的心法 都有可能会出 所以这个都要去小心注意 好 这是心法的部分 好 再来呢 就是食物见解 好 那这个部分 如果是食物见解的话 如果考四等的考试 如果你主要准备四等考试的话 这个部分就不用那么担心 好 因为食物见解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稳定的食物见解 一种是新的食物见解 好 比如说我考试的那一年 考到形数的话 就有四字七三七 这边的问题 这样子 好 我记得是那个积压的时候 可不可以有月圈权之类的 好 像这种新的食物见解 比较会出现在三等的考试 那如果四等考试的话 就要注意到稳定的食物见解 这里就反映到说 如果我们知道说 考试会考这些东西 那就是准备考试的时候 哪些东西一定要去掌握 哪些东西不会 也不用太紧张这样子 好 所以 化学上可以这样讲 就是如果考四等出一关 新的食物见解 不知道没关系 知道当然更好 可以促进你的思考 或促进你的批判 一个想法这样子 那 至少是稳定见解 要知道这样 这是如果准备 司法特考里面 四等数据官是这样 那如果准备三等 包含行政执行官 或是司法官 律师的话 新的食物见解 一定要知道 因为你之后胖胖 一定要知道 新的食物见解 要去follow这样子 好 这是食物见解的部分 那 第三种呢 就是文章 好 那文章题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 比如说今年 好 一月出了一个文章 那可能 十月考试就马上考出来 好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就是 基本上文章题 是三等的考试 还有律师才会考 那这四等考试的话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心法跟食物见解 还有一些经典的试题 是要知道的 好 这是一些 可能会考的东西 当然 也会包含经典的真点 好 今天的概念 或是真点 今天的概念 感谢观看